他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英雄联盟选手 他17岁出道级巅峰 三冠加深 无人能及 他是韩国电竞的守护神 被对手称为大魔王 被中国玩家亲切的叫做瓜皮 李哥 他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电竞选手 他就是电竞之神 菲可 李湘赫 菲可这个ID源于他的成名英雄 鬼兽妖姬 翻译过来就是欺诈者 伪造者 2013年2月 菲可被邀请加入SKT 第一次亮相 菲可使用中单暴女 兑现当时韩国第一中单安掌门 螳螂塔下定化被菲可强杀 这也是菲可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击杀 同年夏季赛总决赛的最后一局盲选局 菲可和越伦同时选定了影流之主杰 比赛中菲可凭借着不可思议的操作 以四分之一的血量单杀了满血的越伦 要知道 在菲可成名之前 越伦是韩国最强的中单之一 在韩国具有极高的人气 而菲可是刚出道不久的新人 两人行云流水般的操作 至今为止 依旧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需要慢放数倍才能勉强看清 这一场对决 便是联盟史上赫赫有名的双截大战 也让菲可一战成名 之后SKT以不可阻挡之势打入决赛 并以3比0的战绩击败了当时UZ所在的战队黄族 拿下了SKT第一个全球总决赛的冠军 这一年 菲可17岁 UZ16岁 命运让两个天才少年相遇在世界之巅 菲可的职业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 不久之后菲可迎来了第一个低谷棋 S47是三星双雄的时代 他们死死的把SKT摁在了国内 让SKT无缘抽征总决赛 S5赛季SKT迎来重组 之后他们先后拿下了春季赛冠军 夏季赛冠军 并以小组在六战全胜的战绩杀定总决赛 并且在八强四强赛上 都以3比0的绝对压倒性优势横扫所有对手 这一年 菲可使用冷门英雄流浪 以七杀零死的战绩重回陋地神仙境界 所有选手都以能够单杀菲可为荣 最终SKT在总决赛上展现出了强大的统治力 以15胜一副近乎完美的战绩 再度拿下了S5总决赛的冠军 再次拿下冠军的菲可没有膨胀 而是不忘初心刻苦训练 终于在S6赛季总决赛再次拿下冠军 那一年的菲可被誉为最巅峰的职业选手 当SKT夺冠的瞬间 全场都在高呼菲可的名字 如今的菲可已经26岁了 虽然早已不再巅峰 但他三贯加深 荣誉无数 被拳头官方奉执为神 这不仅是对他所获成就的认可 更是对他职业精神的肯定 他为所有后来者 树立了一个完美的榜样 菲可的九年职业生涯 从鼎盛轴剑组向衰弱 即使强如菲可 也终究逃不过时间的摧残 再伟大的选手仍然会老去 菲可可能不再是世界上最具天赋的选手了 但他在全球范围内 依旧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也是所有职业选手 学习和效仿的目标 所有人都在攀登 唯有他独在高处 希望职业生涯 再可以